男性夜尿困扰 身体四大警讯 睡眠状况不佳即有可能跟夜尿有关 特别是近期天气转冷 临床医师也观察出现更多因为夜间凭尿症状加剧前来就诊的案例 夜尿除了中断睡眠外 甚至可能因为上侧过程中叠伤 密尿科医师说 夜尿也可能潜藏着身体出现其他疾病 亮红灯的警讯 千万别轻忽 半夜平上厕所就是夜尿症吗 根据研究统计 台湾40岁以上男性高达有4成以上身受夜尿症状所苦 但多数民众并不会认为需要因此而就医 台湾密尿科医师顾方于坦言 虽然夜尿患者人数众多 但临床观察发现实际上愿意走入诊间 寻求专业医疗协助的病患仅易横线而成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就算是夜尿呢 根据国际尿师进防治协会 ICS定义 如果因为尿易强烈 中断原来的睡眠而醒过来 当这样的情形一个晚上发生至少两次以上 即符合夜尿症的定义 夜尿虽然不是疾病 反映出身体四大健康问题 虽然夜尿本身并非严重致命的疾病 但却可能潜藏着身体亮红灯的警讯 故方于分析四大常见成因 包含 1.抗力尿激素分泌不足 导致睡眠期间身体制造的尿量过多 2.摄护腺肥大 进而挤压膀胱导致储尿能力低下 3.患有其他内科疾病 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 导致排尿次数增加 4.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因为血液浓度降低导致心脏缺氧 为降低心脏压力促使肾脏排出尿液 进而减少血液容积 男性有夜尿困扰多数跟摄护腺肥大相关 对于男性患者而言可能造成夜尿的原因中 摄护腺肥大与男性最有关 初期的摄护腺肥大患者可透过定时解尿 来减少尿液滞留风险 顾方于说 台湾患有摄护腺肥大的人数近140万人 摄护腺肥大不仅会产生夜尿的症状 若长期置之不离可能导致血尿 尿道堵塞等情况 严重者甚至可能因为尿液逆流引发肾水肿 还是必须要对症下药找出病因 才能改善夜尿的问题 生活六大法则 预防夜尿发生 过去更有调查发现所有的下密尿道症状中 夜尿带给患者的困扰程度为第一名 除了依靠药物治疗 也可以透过改变生活作息来减轻症状 顾方于分享日常生活中轻松预防夜尿相关症状的重点 一 睡前六小时减少水分摄取 睡眠时才不会产生过多尿液 二 睡前无论是否想上厕所 一定要排空膀胱 避免睡眠时膀胱产生满涨的感觉 三 晚上起来如厕后避免再度饮睡 减少下一次夜尿发生的机会 四 睡前不要喝含咖啡因的饮料 五 如果中午休息时间允许 可以平躺身体 帮助尿液在白天时就能排出 六 夜尿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 但因为患者通常病适感较低 往往延误治疗时间 选择忽视疾病问题 长久下来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甚至产生其他后续的并发症 当夜尿频率提高且影响日常生活时 不妨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